這個遊戲是以章節的方式在遊玩 所以一張玩完之後 我還要再開下一張 而且他 中文介面只有玩網頁版的才有 就變成說你買steam版的沒有中文的 你只有買他們官網的 才有中文的字可以看 這我應該不用管吧 直接開始啦 遊戲應該是點擊方式在進行 所以按鍵應該是不用太理對不對 直接看就好啦 點擊方式嘛 哇這個場景一開始就在做什麼啦 在我用盡了所有方法補救之後 我用盡了 無法逃脫這遊戲竟然樹迷翻 對我言太遲了 這傢伙是吃太肥有沒有 減肥減不了要自殺 我希望有一天你原諒我 安東尼 Bitchous 這好像不是這樣唸喔 比比齊我 我屍 最後一扇門 這遊戲怎麼一出來就上吊啊 這遊戲怎麼一出來就上吊啊 低像素遊戲喔不要說不要看到畫面好像很爛 其實很有遊戲性 很不錯啦 然後我聽 聽你們講說這個遊戲其實是有解謎成分喔 不多嘛 解謎太多我要關了 AS0904現在訂閱 連續訂閱4個月了不錯喔 謝謝 4個月多少錢啊 600 600 這邊不能快速按掉了 要看一下他的 開發商啊 製作人員名單啊 有285個 贊助者 讓他們完成了這個遊戲 10月 這個音樂我怎麼好熟悉喔 啊這個要按喔 靠杯這是 這是私憶證喔 這個這不是 這個沒有翻為什麼啊 這不是英文吧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Vindeth Necrisis Stay out 我的老朋友安東尼 比奇窩斯 在信中這樣寫到 聽不懂 最後聽到這句話已經是多年以前了 拉丁文 有人說沒畫面喔 F5一下吧 有吧 應該有啦 有人看得到啊 當我們還是學生的時候 我在蘇格蘭 技術學校就讀 幾個創立了一個秘密組織 鄧布律多的軍隊 哲學科學社 這個社團有兩個學制 我絕不會參加 信上這句話就是這個組織的暗語 喔 這是組織暗語啦 什麼拉丁文啊 那個是一個密碼啦 還是 還是真的拉丁文啊 我不懂 這些人已經拋諸腦後了 還是年少的回憶 這封信代表著 不尋常的事情 緊緊張發生 必須保密的事情 我什麼時候還可以自己開始動 我沒有多想 搭了早餐 第一班列車前往 蘇塞克斯郡的地址 比奇沃斯的大宅 安東尼的老家 他來他家 比奇沃斯是在自己家上料的吧 他想要 等一下他好像不太知道比奇沃斯已經死了 第一張 來信 等我一下這邊可以開始點了嗎 眼睛眼睛癢癢的 每次開始玩遊戲就一大堆奇奇怪怪事情 一下想上廁所 一下想吃東西肚子餓 一下眼睛癢癢的 屁股癢癢的 觀察 這個觀察是要用點的喔 不是說我直接點上去然後他直接自動觀察這樣 等一下 有兩條路可以走啊 額 這在幹嘛 烏鴉貪婪的吃了不知名的生物有一些血腥 我才開始遊戲幾分鐘而已怎麼就有這種奇怪的畫面出現 這門可以進去的這什麼 這是些露獸 如果接近他們換我招 有噁心啦 這雖然是低像素的畫面 可是你還會感覺到那個 血清的感覺 如果這個畫面換成3D遊戲的話 應該就看一大堆屍體在噴來噴去喔 躲住了 過不去了 那這樣子我可能是有些東西可以把那些烏鴉打退有沒有看到他們在吃什麼之類的 有點奇怪 這裡太安靜了 安靜到讓我覺得頭皮發麻 我會有點擔心安東尼 趕快找到他 然後我衣服脫掉 我覺得這個主角的衣服配色跟他的髮型顏色完全全就這樣是一陣主角 安東尼的肖像話 他看上去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老 紙條 敬愛的比奇沃斯先生 除以最近發現那件事狀況變得不可收拾 我們除了離開沒有別的選擇了 相當遺憾 我們會永遠感激您的 我也忘記那層 服侍您的日子 Breadwood 夫婦留 蛤他的家人 傭人全部都 離開了 是為什麼 他把他們全部都遣散了嗎 哇這個 這個遊戲的音樂怎麼這麼 磅 磅磅 磅磅 那個字怎麼唸啊 老鐘擺 鐘擺發出這動作房子唯一的聲音 這邊看沒東西可以看了 把這邊看 上樓等一下再上啦 我先走過去看看 路頭標本 留聲機 留聲機不能開來 聽看看訊息之類的 還說只能播音樂 酒類展示櫃 欸有火柴盒耶 可以撿嗎 喔要點兩次 我拿到火柴盒了 可以開始點蠟燭了 很久沒有清潔過 可以開始燒房子了 韓風的沙將泥沙一同捲入室內 我覺得這個 遊戲的敘述文字 看起來很有思議的感覺 冷風正正吹過我的頭皮 我是不是應該先上樓啊 我想要不要先把夜樓調查完 風景化 風景化 這個遊戲應該算是那種懸疑劇情吧 TKYTERRY TKYTERRY 謝謝丁耶 風景化 這個遊戲應該算是那種懸疑劇情吧 是不是 為這些死氣成人的方式帶來一點生氣 吹到頭髮 啊我禿頭就吹到我頭皮不行嗎 你們管真多耶 盥洗用具 沒有什麼職業留意的東西 他們是什麼 欸 有提燈啊 這現在還不用用嗎 這畫面看起來這麼明亮 提燈之類的應該後面有需要吧 1891年3月5號 主人要我們把有關信仰的東西通通扔了 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找了個地方把我的十字架藏了起來 我每天晚上禱告 不能沒有他 5月18號 主人最近老是抱怨 Elphi Elphi不過就是貓而已 能對他造成什麼困擾 他總是要我們把貓扔了 怎麼忍心讓這小蟑螂 啊唷唷 還好Elphi更聰明 窗戶打開的時候他就知道晚餐在這邊等他了 主人越來越不像過去的差 這幹嘛啦 這主人是 我們現在亂拆通啦 不要劇透 不要劇透 我現在亂拆通 主人可能是 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恐怖的事情有沒有 開始改變 開始害怕 然後跟貓有關這樣嗎 9月15號 主人最近挖在他的工作室一整天 他要我們把食物送到門口 但是他幾乎都不吃 好像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要發生 他們那傭人 好 好窩心喔 對主人超忠誠的 然後還擔心他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窗這窗子好像可以看 十字架 十字架的痕跡 他說他藏起來了嗎 藏哪裡啊 我找得到嗎 打開來貓會進來 沒有東西啊 木栓已經壞了 用什麼東西讓雙戶一直開著 這個嗎 這遊戲因為是點擊式的遊戲喔 所以很多小細節要注意到 然後你要撿到道具之後再來開東西 這樣 什麼地方 鎖住了 非常可怕的鎖住了 主人死了沒吸水 不是吧 其實這個時候的傭人大部分都是等於是 住在這個家裡一樣 跟跟他們所謂的主人一起共同生活這樣 這廚房嗎 調味料和食材 抹布 可以撿嗎 可以撿 這抹布應該是用特殊的功能 可以撿的道具都有功能用 撥碗瓢盆 看了放了好幾天 代表說在幾天前還有人出沒 只不過現在我進來的時候怎麼一個人都沒有啊 這裡嗎 我把門打開了 什麼地方 啊啊啊 出來啦 出來之後這些東西要怎麼 點點烏鴉嗎 哈哈哈哈 等一下 要怎麼關啊 還是說永遠就打開啦 這個這個 功能 而且 燈開了之後不能關了 它是一個無限的狀態嗎 我先想想看啊 破布可以栓窗戶嗎 這邊應該沒什麼東西了 等一下 這可以點嗎 沒有必要點燃它 我想點不行嗎 我就是想點 它會自己拿出來又拿在手上有嗎 沒有嗎 用煤氣燈點化 我不知道了 自己拿出來了 哇這邊怎麼那麼黑啊 破布可以插東西 插什麼東西啊 主角其實滿聰明的 不用我們自己點說還要拿煤氣燈出來 直接直接進去看看 怎麼那麼黑啊 外面還是天亮的呢 打不開 這邊有話不見了 然後這扇門怎麼封起來啦 裡面是鎖了什麼啊 鎖了溫力狗 可以開嗎 不行 我如果拿到類似鐵膠椎的公尊應該可以把它靠開 不過不知道 需不需要進去啊 這是 雙人床 銀色鑰匙 喔水喔可以撿嗎 我在想什麼時候才會找到仆人的十字架 這是什麼 全家福 穿過陽台通到隔壁的房間 啊 剛剛門口鎖住的房間對不對 我可以從這裡過去 等一下啊 看上去很疑惑 他疑惑說為什麼這個房間我會進來 為什麼我要來他家 有些細小東西把酸移開 模糊嗎 等一下 哇這個遊戲好大聲喔 音樂越來越大聲了 開小聲一點 怎樣 喔還是很大聲啊 所謂細小的東西是什麼啊 鑰匙嗎 更細的東西 他還會提示我耶 好酷喔 這主角比我還聰明啊 比如說鐵絲之類的嗎 開不開啊 這可以開嗎 鑰匙恐怖服呢 我們要去找可以開門的房間 然後拿到什麼細小的東西啊 像鐵絲一樣的東西 我這樣一路走過來 沒有看到類似鐵絲的東西嗎 我覺得應該是在下一個房間會找到啦 這遊戲要 花點時間下去翻啊 這是上樓嗎 這是上樓嗎 這邊好像找過了 鎖住的門 在哪裡啊 這裡我來過啊 這裡我來過啊 快轉過來啦 鎖住的門 你蠻多大大大大大小的東西的 這邊就搞定了 外面的東西呀 在哪一個小的東西啊 那邊的東西呀 櫃子是不是可以開啊 小洞什麼都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逃脫遊戲 這裡出去是烏鴉了對不對 還沒有這個鎖住了等一下喔 看一下喔 喔 水喔 什麼地方啊 這邊這個是回去對不對 這不像地下室也是隔樓嗎 這什麼 黑膠唱片 上面印著 Carnivor of Venice 對不起啊 不懂 什麼嘉年華之類的嗎 音樂的聲音比阿健的聲音大 這個遊戲的 細微的音效對不對 我不想關太小聲有時候聽不到 但是音樂比細微音效大很多 所以 我再把音樂小聲一點的話 細微音效可能又聽不見 一堆柴火 可以點嗎 把房子燒了 喔 沒有必要點喔 蛇腳好聰明喔 阿這個鍋爐可以點對不對 阿這個鍋爐可以點對不對 阿鐵鞋 阿還真的 真的讓我想到了 撿起來撿起來撿起來 你看嗎 我就說喔 這可以點嗎 沒有點燃它的必要 沒有敲開它的必要 有必要 我想做的就是有必要的 不要這樣子 土牆是新蓋上去的 土牆是新蓋上去的 靠一下 行不通 我拿鐵鞋應該可以去靠那個木門了 身上火柴這些應該還是留著 走路真的有點慢阿 現在回去靠木門看看 那個木門應該可以靠了 直接把窗戶打破也可以吧 我現在手上工具什麼都有了 主角比我聰明 他的提示 讓我覺得我好笨喔 現在沒有點火的必要 現在沒有 打開壁爐的必要 媽的 很欺負人喔 我覺得地下是 應該那邊也是封了什麼東西阿 這應該可以靠了吧 蛤 我不是直接進去了 有了 他說離 離我遠一點 讓我一個人 離我遠一點 有個死人在那邊阿 這裡 這裡怎麼 他的房間 旁邊怎麼還通了一個房間阿 這箱小 公信 親愛的瑪格莉特 雖然安東尼離開他的工作間有幾天了 我只能聽到他不斷低語 說著什麼我不明白的東西 這那種憤怒驚恐的語氣 到了晚上更變本加厲 我們的仆人幾天前離開了 沒有他們的照料 我沒辦法自己下床 醫生也不會來這邊 醫生和安東尼之間相當不愉快 總之安東尼老是破壞別人的意願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做了 瑪格莉特 瑪格莉特已經打在床上已經掛了 我被這些事情炸了 我每次都沒有多少經歷了 希望還能寄信給你 你層次的朋友 蛤 高呀 等一下我先把房間 好多信喔 我先把房間看一看 一張輪椅 讓我一個人靜一靜 讓我安靜的死去 拜託不要再吵我了 一切都結束了 這什麼 日記其中一頁 我受不了他們那種異樣的眼光 我知道他們是以後要觀察我 批評我 鄙視我 蛤?這個跟我不是一樣嗎? 我知道你們私底下都在觀察我 批評我 鄙視我 你們認為 我不配待在這裡 我都心知肚明 他們以為他們是誰 收穿了喔 故董 我只要自己就夠了 所以說寫這封信的人是一個實況主了 上面沒什麼直接留一些東西 好吧 點火一下吧 欸不行嗎 我不能 呵呵呵呵 我不能 讓他入土欸 暗一下嗎 化為灰燼之類的 瑪格莉特 斷氣好幾天了 他手裡好像握著什麼 我寫下這些作為我最後一言 我不知道是怎樣邪惡的力量把我丈夫變成現在這個不得性 把他變成一個空有我先生外表卻毫無理智無人性的陌生人 沒有能力去侵蠢那些將我正常生活逐漸黑化於暗影 也無法理解那前場在我丈夫心中的唯一人格 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絕對不是屬於這世界的東西 如果這個遊戲沒有漢話的話我會讀到 讀到天荒地老 我很快會跟我的兄弟姐妹重逢 很快就能從深淵中解放出來 不再顫抖 欸 寶物啊 發家 啊我可以開那個樓上的窗戶了 這女兒有點慘欸 他的僕人都離去之後就等於是沒人照顧他 然後就這樣子真的就這樣死在床上 太可怕了吧 完全沒有行動能力嗎 成年女子顏色十分蒼白 看起來很高興 老者 少女 少女老者 婦人 女人 這該不會是一個人的 一生吧 年輕的男子 安東尼的親戚 畫的是安東尼還有他的三貓標本 他看起來相當自豪 這玩意也值不到錢 三貓頭附近的顏料是後來補上去的 我可以尻一下嗎 把它刮掉看看啊 抹布吧 把顏料弄花 火燒 火工 不行 火柴河 不行 有隻烏鴉在穿上盤旋 他想進來屋裡 這幅畫刮不掉啊 抹布也不能插掉啊 你說抹布可以插其中一幅畫嗎 不行 都不行喔 我進來這個房間幹嘛 應該有一些 年少時期的安東尼 沒有一些線索嗎 他是從少女到成人 然後到生孩子 然後到老 還不成是形容瑪格麗特嗎 瑪格麗特 我們8bit 畫面看不出來他到底是有多老啊 火工 火工 這邊可以走了啊 瑪格麗 我花了點時間打開他 實際上只有0.5秒 欸這開始很像實驗室耶 山貓標本 畫中的那隻山貓 上面有個像頂樓 這地區的地圖 上面做一些註記 倫敦1887 法官離奇自殺 浮屍 伯爵 演員 屍體 這是代表說這附近這個地區啊 有發生一些不知名的殺人案 然後這上面這個地圖對不對 可能就是死人的地點 不明的化學藥劑 西四億 欸這幹嘛用的 啊 這給你去圖畫對不對 化學殘留物 我把門打開了 我把門打開了 出來了 再回到房子裡面 我現在回那個 畫室那邊啊 這邊不知道怎麼上去啊 有個金色的鑰匙孔 呃 我想一下 我沒有拿到金色的鑰匙 我先去把那個畫插掉看看 照理來說地下是那個封鎖的那個 等一下 地下是那個封起來對不對 對那個應該可以挖開來 對那個應該可以挖開來 我倒是找東西一下 怎麼有Kinning看到的聲音啊 這在我沒看到地方還有人喔 也許會毀了這幅畫 應該有良全其美的方法 欸不行啊 這可以合體嗎 喔 喔道具可以合體啊 我把抹布進到吸噬液裡面 然後插一插 吸噬液產生作用了 三貓頭部的顏料溶解了 原本畫的東西 那隻三貓肉嘴是張開的 就像咆哮一樣 就這樣子喔 啊我的 我的線索咧 沒有了 燒了 燒了 燒我欸 再來說我應該可以找到一些線索才對 怎麼沒有道具啊 這說樓上也上不去啊 好這看過了 我不能拿屍體去稀釋一下嗎 金色鑰匙在哪裡啊 上面標本好像在咆哮就是說 嘴巴是張開的就像畫中一樣 等一下喔 這嘴巴張開該不會鑰匙在裡面吧 普通的錘子 呃這什麼 吃出來的書頁 他們總算不會再來煩我了 他們老是看著我 在我背後 什麼那個字是什麼啊 在我背後燒我的耳朵嗎 現在只差一件事可以做 三方的嘴巴不能 要怎麼開啊 錘子打開啊 把三方的錘子 三方的嘴巴尻開 這挺貴的 啊我又不能用手去扳 錘子 錘子應該 靠什麼東西啊想不起來 不行不行 咬耳朵 看起來都沒有東西可以敲欸 敲玻璃嗎 我記得有個房間是說 拿東西要去 有一個房間的窗戶嘛 就貓跳進來那個窗戶了 這要把窗戶敲破 有人說這個錘子就可以敲地下室的牆壁了 有這麼簡單的 這是小錘子而已呢 地下室那個整個土長 土牆都 都堵起來了呢 去一下去一下 敲頭 我 啊我覺得我是在走遠路啊 直接繞出去可以從烏鴉那邊過來啊 可以啦敲自己頭有沒有 敲頭然後再醒來的時候又到了不一樣的地方 地下室 我 為什麼特別去注意柴火啊 這爐子也不能開啊 我真的很想點火欸 後面有什麼東西啊 可以尻嗎 我可不想弄得一團糟 欸 他 他都不 他都不做事啊 我覺得我的 錘子應該是要敲什麼東西啊 敲烏鴉嗎 現在我們想的方法都不對 錘子也不是 喔 原來上面可以撿啊 我們回那個第一個房間了 等一下我先錘看看啦 不行喔 吹寵物的 碗盤 我上面看看 貓 啊 我在想那些烏鴉吃的是不是就是貓啊 欸這個話可以動啊 喔 上面掛的十字架 啊這是庸人藏的十字架 好多隱藏的線索的感覺喔 是我太笨沒有一直按啊 這個十字架用來幹嘛啊 唱片放一下 唱片放一下 我把唱片放上去了 這什麼破爛音樂 我可以把唱片去敲爆嗎 我不想砸爛他 要吵死啊這個 哩 音樂甜啊 回去看看 啊 過 你幹嘛 剛剛拿武器起來 這 烏鴉跑進來 拿槌子喬烏鴉 不行都不能敲 十字架嗎? 十字架放在自己身上 這邊好像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用耶 直接出去了 等一下我去看看 這怎麼回事啊 那外面的烏鴉是不是就 不見了喔? 飛進來了喔?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是不是有什麼線索 騙我一下 不是烹飪的時候 有沒有東西可以敲啊? 我很想敲一下欸 點自己屁股 走錯了 對對對我要去找屍體 噢 這什麼一團黑黑的像是格子動來動去 烏鴉嗎? 有隻烏鴉倒臥在血破中大概快死了 那些烏鴉是在吃同類喔? 捏它一下 蛤? 我把烏鴉撿起來那時候怎麼還一直在我包包中一直哀嚎啊 現在要幹嘛拿這個烏鴉 我把烏鴉敲死嗎? 我不能用這種方式了結它 幫它唸金 把它捆起來 烤烏鴉 怎麼都不行啊 怎麼都不行啊 呃 喔這烏鴉有人叫好噁心喔 窗簾不能開了 有人說拿烏鴉去給那個寵物的盤子啊 真的假的好噁 那 喔貓 貓吃烏鴉這會太誇張啊 放進去嗎 欸還真的喔 然後窗子打開嗎 我現在拿什麼東西把它綁著 喔 啊 有夠恐怖欸 牆上很小 火才點進去 這個洞可不可以敲大一點 不行 然後咧再進去囉 我要什麼時候才知道 那隻貓把烏鴉吃掉了 好噁喔 有人說油燈照洞喔 喔 欸這老鼠吃的啊 那隻烏鴉被帶到哪裡去了 剛剛那是貓叫聲喔 聽起來有段距離 我聽起來不像貓欸 可以照嗎 沒有了 他說有點距離 這個洞是通往哪裡去啊 我的耳機可以聽出來 這個聲音是從這裡下來的 從這裡 貓叫聲似乎更清楚了 我覺得那不是貓欸 可是我不去看的話 遊戲不能進行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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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槌子喔 我跟你講 貓是從這裡堵牆後面 可以尻了吧 之前不能尻啊 要 這個 有隻黑貓在洞口 他沒有眼睛 這話數太低了 貓是 眼睛是那個兩個 紅紅的嗎 哇齁 差點我的眼睛就要被他抓爛了 那隻貓呢 裡面有黑斗篷 面具還有小刀 只有小刀有用處 沒有東西了 撿火啊 欸我有刀勒 這個刀子 我可以當成鑰匙一樣去開那個閣樓的 閣樓房間嗎 這邊應該沒有必要來了啦 鬼鬼 總之那刀子是不是要把什麼話割開啊 這邊會不會藏一些什麼東西欸 各種可能性啊 窗戶割開 蛤 不是吧 喂 有人 有人說刀子的用法啊 是我最不想要 最不想要發生 最不想要使用在這方法上面 刀子割屍體喔 而且這刀子割屍體跟我以前做RPG是不是 場景差不多啊 把屍體割看啊 鑰匙就有了 真的假的 割看看 不行啦好不好 嚇死我 刀子不是這樣用的 這個畫也不能嗎 怎樣 刀子不能 我覺得這幅畫後面好像擋了什麼東西耶 但是完全沒有 好像可以打開的線索 欸對對對 等一下 三貓標本 他的嘴巴是打開的嘛 把他的嘴巴用開看看 喔 可以了 他的舌頭似乎被切掉了 取了袋子也把金鑰匙 喔 水喔 直接打開這邊 喔 這是安東尼自殺的地方啊 這 怎麼會 安東尼 不 安東尼的妻子安娜 畫中呢 他看上去挺開心的 我終於找到他了 這個安東尼 他家裡還真複雜欸 找了 找了一大堆線索 然後終於找到安東尼自殺的地方 然後剛剛那隻黑貓就這樣不見了 安東尼的屍體 已經毫無聲息了 屍體的口袋有封信 J Divite 當你真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人世了 我用我最後的理智寫這封信給你 也許你沒辦法想像 當你真的來到這裡的時候我有多高興 老友 當我寄出那封信讓你來我這裡的時候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 等到你今晚不在那邊一切就完完了 我發現自己陷入一連上相當離奇的事情 我的名字叫做 Divite 迪維特喔 好難唸喔這個名字 我的名字就叫J好了啦 出於某些我無法解釋的原因 我變得暴力 不可理喻 細節我就不說了 你必須盡快回到我們以前念的技術學校 記得嗎 我們的秘密組織 在其他成員的見證下 每個人都說了那句將我們永遠束縛的話 發誓以自己的榮譽守護 在你看完後請上到這封信 我不希望他入其他人手裡 現在無論是組織或是你 都相當危險 千萬別遲疑 他們正需要你的幫助 最後J 記住我的話 眼見為憑 眼見為憑代表說叫我不要相信別人所有的話 對不對 你永遠的朋友 安東尼 比奇沃斯 哇齁 嘿 不幫他擋一下喔 就這樣讓烏鴉吃到屍體 好多喔 最後一扇門 安東尼的屍體就這樣子被烏鴉給 褻瀆了 沒有了 好噁心喔 而且我覺得這個故事 戰略巨型懸疑恐怖對不對 然後他故事鋪陳我覺得還不錯 這只是個序章而已 接下來是Shop 2 好酷喔